好 下面我们再说说本周的第二个热点 就是美国增兵海湾的步伐明显加快 16号呢 斯坦尼斯号的航空母舰 前往中东地区 那么这样的话 在海湾地区就有两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所以现在人们就肯定又提到说 是不是要动手了 要打伊朗了 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作为美军第七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斯坦尼斯号航母上 总共有3200名士兵 搭载了80多架飞机 其中包括大黄蜂FA-18舰载战斗机 和超级大黄蜂战机 整个航母战斗群 包括一艘巡洋舰 三艘驱逐舰 一艘潜艇 一艘导弹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 斯坦尼斯号航母到位后 将与驻扎在内里的埃森豪威尔号航母 和全尸号直升机航母会合 这是自2003年以来 波斯湾水域首次同时驻有 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 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攻击力和威慑力 将大大增强 除此之外 美国还宣布在伊拉克 以及海湾其他国家 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用来应对伊朗的导弹攻击 同样是16号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扫雷艇 布里斯和拉姆齐号已经抵达波斯湾 报道说 他们将协助美国遏制伊朗 以便在伊朗封锁石油出口的时候 确保海上通道的畅通 所以从这个短片也能看得出来 美国的潜艇和英国的各种舰艇 包括扫雷舰都已经准备汇聚海湾了 而且有一种说法说 好像4月之前就要准备打伊朗 这个现在是有 舰舰上是有这么一些揣测特别像来自科威特的一些报道 就这样明确地讲 但我觉得这里头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唯卫旧造的一个战略 就是表面上看到这些航母编队去了 如果这个航母一到达的话 将在海湾有两艘航母 就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 第一次在海湾积极这么两个航母战斗去 所以这种军事压力是很大 而且军事压力也不排 直接就针对的相当部分是伊朗 但实际上从布什政府来讲 它是唯卫旧造 它主要是跟伊朗增加施加很大的压力 不要让伊朗通过各种渠道去影响伊拉克的局势 它担心的最重要的 还是怎么样稳定伊拉克的局势 这个报道也比较多 伊拉克就想这个 用详经钟种办法 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唯卫旧造的 伊拉克 美国人也是好好学习了 因为在这个有两条途径 一个就是贝克报告提出来 你要解决伊拉克的这种混乱局面 必须和周边的邻国 叙利亚伊朗搞好关系 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帮助你稳定局势 但布什是彻底否定了 他现在采取的不是说拉他们 而是压他们 你们不允许参与或者是卷入伊拉克的内乱 因为这对布什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伊拉克本身的现在 他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 你就是说堵住这些民主党的口 就是说你现在民主党说 你现在民主党就说 你说伊拉克你还没弄好了 你又去搞伊朗 他说我并不完全是搞伊朗 搞伊朗的问题是让伊朗 你不要插手伊拉克的事情 你不要当那些 这些什么武装 这个代价是不是也大了一点吧 还有一个 他一四二秒还是什么地方 他就是震慑伊朗 你核武器是可而止 他就一方面是 就是说你不要参与这个中东 尤其是伊拉克 你看他最近这个军事人员的调动 不仅是这个部队的这个编队的调动 人员调动 最大的一个调动 中央司令部的 就是太总司令法轮 然后接替中央司令部 你们觉得他这个 可以同时在两个战场 这个进行吗 这个同时开闭两个战场 你比如伊拉克还没搞历史 他在搞一个就伊朗 从军事实力上来说 绝对有这个同理 美国就是在两个地方作战 而且两个地方都要打赢 他的目的是这样 但是我怀疑能否得逞 但是你知道 以前我们老说 就是打伊朗的话 这个后果 确实美国应该也非常的清楚 而且伊朗不像伊拉克 对 但是现在很多事情 真的很难说 尤其布什建当了总统以后 打谁不打谁 有时候很难穿 时间变得更快 我现在是怀疑 他前一阶段时间通过的 什么派兵就征兵伊拉克的计划 可能潜台词 还是随时可以调整方向 因为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布莱尔不是四月份 已经要下去了吗 说借着现在 布什和布莱尔关系这么铁 所以趁布莱尔下去之前 先搞一下 为什么四月份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四月份布莱尔下去 他就说趁着这个老步 两个步可以联手 最后合作一把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更多的是 从军事上遏制伊朗这一面 就一方面遏制住伊朗 但刚才李总讲到 他有核的隐形在这里头 另外一个就是遏制你伊朗 不能建入伊拉克的内部事务 但是法轮这个人 你刚才也谈到了 他可是打过当年海湾战争的人 对 法轮这个人 但他同时又是个很外交 很具外交思想这么一个观念 因为他去年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他在北京请了几个学者吃饭 当时我也去了 中午和他吃饭的时候 听他的讲话 你当时没问问他是美国 打不打 他没这事儿呢 那时候他只关心的 就是在太平洋地区 当时我们实际上是 是讨论到中东和太平洋的关系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 其实法轮这个人 虽然他打过海南战争 有过军事经验 但其实他还是一个 他是很讲的外交手段的 这样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让他去 就是因为他很可能 在利用他的外交手段上 再辅助于他的军事才能 可能这样对布什兰 不是美国军方已经也有人说 废的就是真的 几万英尺的高空来看 整个中东 对因为他以前指挥的 就是这个空间 这个伊朗问题 毕竟是美国的一个新病 就是从伊斯兰革命以来 美国一直对伊朗还是敌对的 他这是现在 从东边伊拉克那边包围 然后这边伊拉克 这边是西边 两边加起他 对 他将来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将来 不管是民主党上台 还是共产党继续执政 伊朗这个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 所以这个话题将来恐怕还要讨论 在哪边谈 还要谈打不打 而且伊朗现在也不示弱 就是伊朗现在加强了 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因为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伊万诺夫 他16号说 俄罗斯要向伊朗提供 托尔M1防空导弹 而且这个不违背 联合国的有关规定 我们来看一看 军事专家认为 伊朗目前部署的 大多是老式的防空系统 对一些国家先进的高速轰炸机 和巡航导弹来说威胁不大 而伊朗这次订购的 托尔M1导弹系统 正好对付这两种 来自空中的威胁 特别是对舰载巡航导弹 有显著的拦截作用 根据军事专家推测 巡航导弹是美国 对别国实施军事打击时 最先使用的武器 伊朗很可能把托尔M1导弹系统 部署在首都德黑兰 及核设施等区域 用作重点防御 现在内甲德 就是伊朗总统看起来 确实是很强硬 但是他在国内的压力也很大 非常强硬 他有没有妥协的可能 因为你想现在从宗教领袖 韩梅内宜 包括议会的一些人 都已经批评他了 实际上现在我觉得 他遇到三个战线上要作战 一个刚才你讲到在内部 对 因为他在国外很风光 很多你看他到拉美区 后院区 那他就是很受欢迎 但是内部呢 确实对他批评的声音是在增加 特别是对他经济政策 而且你这一味的这种强硬下去 对伊朗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种声音在增加 另外一个就是 他在军事上要做些准备 刚才讲到俄罗斯 向他出售这个托尔M1导弹 这个导弹 防空导弹最重要的一个用途 是来拦截那种舰载巡航导弹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结合到刚才我们讲的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来了 然后在这儿 也结合了英国的一些 排了一舰一过来的话 所以他这个防空导弹 用处是非常的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外交上 这个雷甲德也根本没有示弱 你看当你赖斯往中东地区来 要削弱伊朗影响的时候 他跑到美国的后院去 扩大伊朗的影响 其实一笑 真要想打伊朗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伊朗后面还占着 一系列的大国 但是真要跟美国叫吧 也还是有点没那么大 作为伊朗来讲 我总感觉 当然你要光从能力上来讲 美国肯定它占绝对优势 就问题现在在这个时候 或在近一个时期 美国有没有这么大的胃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美国同时 它也面临三场挑战 军事外交和包括内战 内战你看 刚才那个新闻里讲到 希拉里要竞选美国的总统 希拉里批评一个非常尖锐的 就是你的伊拉克问题 你的中东政策 所以中国有这个成语叫色力内人 就是可能越是这个表面做出来 这个很强硬的样子的时候 说不定其实双方的都有点 窃这场战争 都不敢轻易的 是不是签字还是 还都在下族 都在下族 主要是起一个 下族的奏 本中我们的热点 就先谈到这 二双